20年來還是你最懂我 廣告中買家真心感謝 因為房仲的幫助而找到理想房產 但在有些人眼中 仲介費要價不菲 讓房產界也順勢產生 所謂的中人角色 或者是沒人婆 或者是台語所謂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 沒有證照的仲介 在雙北以外 中南部或者是東部 就會比較容易發生 這樣的情況 專家強調 中人黑牌仲介文化 在都市以外偏鄉地區 早就行之有年 因為比起花費大把房仲費 大多數民眾更願意 依靠人情作媒 更省時也不費力 如果你想買房子 大部分應該會找合格的房仲 但是偏鄉不比都會區 大部分的人會選擇找熟人牽線 但專家就提醒了 這樣所謂的中人交易 很可能藏有一定風險 當民眾決定要買房 若透過中人仲介 給予了十萬到五十萬 握玄金以及定金 但中人沒有公司 一旦突然失聯 買家只能自認倒霉 而對於屋主 中人同樣可以帶領買家談判 若屋主給了證件和權狀 那麼中人恐怕還能假冒屋主名義 進行買賣騙走房產 高房價嘛 所以當然都希望可以省服務費 有一些兼差做中人的 反正他沒證照 那他可能只是收個紅包 隨著房價漲市趨緩 收購族越來越多 但也切記買房錢 仔細考量房仲合不合格 避免誤入詐騙陷阱 因小失大 靜新聞跟美新室有偉藏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